我今天碰到一个好朋友 然后跟我讲 别的有好多群 在讨论我们的南京 反正据说有几个群 全国有多少个群 就你碰到的有多少个群 我真的有 群里面有人开始喷我了 是吗 是啊 后来我不带那个群 对 你不带那个群 然后呢 那我就跟小朋友们讲一讲 是这样子的 从这个人的心理学的 这个机制来讲 一般的来说 听到一个不懂的东西 第一反应是拒绝 拒绝又有几种方式 一种是拒绝 他不说话 这种人比较有涵养 或者有修养 还有一种呢 就是他比较愿意表达自己 然后呢 他就会碰 其实在我做视频之前 我已经考虑过 其实也想过很长时间 我要不要做这个视频 后来我想 有一个想明白了 就是实际上呢 其实做挺好的 然后呢 把这个 让不同意见嘛 对吧 然后里嘛 越配越明啊 今天我想讲的不是这个 不是想讲我自己 我是想讲那些喷的 我想在最后救他们一把 是这样子的 从心理学的机制来讲 如果一个人 一般来说人 只听自己想听的东西 这是定下来的 如果学过新闻 或者传播的人 就知道了 一般的人 只听自己想听的东西 然后当他听到一个 他又爱的 非常喜欢的一个话题 但是他又听不懂的时候 在他的心理极致上 基本上是什么呢 是 他自己 要承认自己是个笨蛋 我说的他对啊 这个心理学老师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一种 这是一种典型的 心理防御机制 对 心理防御机制 其实呢 这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 就是说他听不懂了 他没听明白 然后呢 他去喷 然后这是实际上 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 所以在我这个地方 我是认可的 但是我是想救救这些 这些喷子们 因为后来我 他们有几个朋友跟我讲 在不外头这个喷的人 一般2.5到3.0的人比较多 他考不定那怎么办呢 所以说 怎么救你们呢 从我的第一期 开始认认真真地看 特别是2.5 3.0的 你认认真真地看 我前面的这个 一二十个这个视频 真的 照到这个去练 照到这个想法去练 你肯定有进步 因为现在我在全国 全世界范围那些 对于有人跟我这个 跟我沟通 有跟我私信 都说受到这个 很好的这个 都说受到这个 很好的效果 然后一定要记住一点 所以为什么 我在第一期 在第一句话 开篇说 球里大于本我意识 为什么我会说这个 我是有道理 其实我说 当我说球里大于本我意识的时候 其实那个 那个视频 就有人喷 但是如果我们站在那个基础上 那看我的所有东西 假设我的理论都是正确的 假设我的体系是正确的话 如果你有这个耐心的话 那么你会在球上有进步的 然后呢 而且实际上 如果你有耐心的话 你听了我的系统 听了我的这个理论以后 实际上是对这种喷子来讲 特别是2.5到3.0的喷子 还有一个4.0的喷子 我还没想好怎么喷它 实际上是最省你们时间的 我跟你讲 真的省你们3到5年时间 好 拜拜 好 好 好 放棄一下